大家好,我是老狼,我身后就是昨天晚上睡觉露营的地方,站一条活道的边上。 有的人会问我,狼哥这么危险的地方你怎么会停车呢?而且很吵。 昨天,这不是这两天,我们家女狼嫂给我发了死命令,我必须赶回家吗? 但是到内蒙这边,到乌兰擦步啊,我现在在乌兰擦步,乌兰擦步这块呢,再走G6高速的话会经过河北,所以说我没有走高速。 昨天晚上,走到这儿的时候,大概是晚上的一点多吧。 我到这块就是已经困得不行,我就是也想机械地找一个露营地。 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,发生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。 就是突然有,应该是一分多钟吧,得有一分钟。 一分钟的这段长时间,大家会去看见这条路很直啊,很直的一条路。 就是说,大概能有几公里长的一条直路。 一分多钟的时间,我睡着了。 就是车是属于,脚在车上压着,就是保持一个肌肉记忆状态吧。 在一个压着,然后车往前开。 突然之间,我就醒了这个。 车已经到路边了,给我吓得不行。 但是幸好是半夜,因为这条路上基本上没有车,只有我一台车。 然后给我吓醒。 所以,赶紧,我也自己感觉到了,自己已经不行了,不能再往前开。 如果再往前开,就有生命危险了。 所以说,赶紧就临时停着,把车停在路边。 我也知道车停在路边危险。 但是和这个,睡眠不住睡着了,这种疲劳驾驶来讲, 停这边还是比较安心的。 我没有这样撒谎啊,因为我东西还没有收拾吧。 看,我这个东西还没有卸呢。 一会我要卸着,这是做点我的床。 昨天晚上就在这睡的。 哎呀,真的很危险。 说来说,以后呢,如果大家也有出来玩的时候,尽量不要赶业路。 赶业路呢,也要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来往前走。 像我这种不可取,真的不可取。 挺后怕的。 今天早上起来之后,想一想周天晚上这个事,挺后怕的。 嗯,所以说,所有广大的车友,自驾游的车友嘛, 啊,以后在赶路找营地的时候一定要有个规划。 就是千万说给自己提前找好营地,晚上尽量还是不要赶业路。 真的很危险。 你眼睛一闭,这一辈子就过去了。 哈哈哈。 哎呀,费了好大劲,把车身打倒了现在。 但还缺着干啥呢,车还没上来呢。 然后我突然发现个事。 哈哈哈。 你们能注意看见北边那山上有一片白吗? 就是在那边。大概离我那种三分米左右吧。 可能这个运动相机看得不很清楚。 一大片墓地。哈哈哈。 这些猫看起来至少都有四五百个。 而且我就说,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, 我会听见有放炮的声响。 原来是有那个送葬的。 现在人还在哪儿呢? 哈哈哈。 我这个人骗窘图,车寨图,港窘图,什么这个窘图呢? 我这村村是一出狼窘嘛。 这一段走的呀。 惊险,刺激,幸福百出。 但是总是把这个段绕过去了。 我想没有进河北京内,我那个个人形成马上一个。 我这么多了。 对了。 对了。 我说你就 klar了。 是因为大家都不孔确了。 我看清楚了我。 我说有什么东西。 你问不回来。 我非常不禁定。 不为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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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